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豆破苍穹》第五百三十二回 周围一道道目光望着面色苍白的骨盒,一时间都是鸦雀无声 众人面面相觑,残留在眼中的亥然,令得他们依然有些难以接受眼前所见是个现实 一个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小辈,居然短短的十招之内,就把一个货真价实的斗黄强者击败 这种可怕的实力啊,实在是让人感觉太梦幻了一点 一道道错愕呆滞的目光,在骨盒身上停留了片刻 旋即就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天际 此时,天空上弥漫的绿色的火焰已经消散了 一席黑袍的青年,悬空而立 他背后的碧绿色的华丽的碧绿火翼在缓缓地震动 那股子强者风范啊,倒也出具雏形 天空一处,嘉行天等人望着那最后一招落败的骨盒,也都是松了一口气啊 他相互对视了一眼,暗自砸舌 这个家伙,果然恐怖啊 先前所爆发出来恐怖的一击,在场的恐怕就是海波东和嘉行天能够抵挡一二了 海波东摸了把额头的冷汗笑道 哼,如今骨盒败了,倒是少了一个心头大患啊 以他的性子,挡着这么多人的面,硬撑下萧炎的挑战,想必不会出尔反尔啊 是啊,不过先前那番大战,萧炎也是有些损耗 不过好在这个家伙,丹药不少,斗气恢复速度,远非常人可比 不然的话,待会儿和云山大战之时,怕是颇为不妙啊 嘉行天点了点头 先前他可是看见了萧炎打败骨盒,然后往嘴里丢了几枚丹药的 待会儿大战开启 你们拦住云兰宗的众位长老,万不要让他们形成合击之事 不然恐怕麻烦不小啊 至于云山嘛,就如萧炎所说,交给他来对付了 海波东的目光,缓缓扫视着下方那庞大的云兰宗 望着那些悬浮在半空处的云兰宗长老沉声的说道 炼药室工会的副会长米切尔迟疑了一下说 让他一个人对付云山,怕是有几分危险吧 海波东的目光贴向下方广场中央洗台上的云山,缓缓地说 放心吧,可别忘了,萧炎还有那位神秘的老师相助呢 实在不行,到时候我和家老头,还是那优海教授 也能迅速地腾出手来,助他一臂之力 以我们几人之力,就算是云山,他也能抗衡一会儿 嘉行天点了点头沉声说道 大战开始我会发信号 到此山下的十万大军妖夜会亲自指挥,立刻攻山 海波东点点头,目光紧紧地盯着云山,冷声地笑道 接下来就看紧这个老混蛋了 广场上 那面色苍白的骨盒在失神了片刻之后,眼中方才缓缓地恢复了神采 他抬头望着天际上那身躯修长的黑袍青年苦涩的一笑 你,你赢了 听着骨盒亲口认输,广场上也是一片的黯然 他们能够想到,这一次的失败对骨盒有着何等的打击 今天,你和云兰宗的事儿,我不会插手的 骨盒颓然地一笑,玄机目光转向洗台之下,那悄然而立的云兰,身体一颤 那套精心制作的洗袍就寸寸断裂,最后化为碎布飘落下地 云兰,或许你的选择没有错,我的确不如她 望着骨盒那苦涩的笑容,云兰也是沉默了 骨盒骨子中颇为傲气,能让她说出这般的话来 可以想象,败于硝烟之后,对她的打击是何等的重 然而这种时候,她也是说不出什么话来 好片刻后,方才轻声说道 你没事吧? 没,没什么大伤啊 骨盒摆了摆手,玄机抬头,望着洗台之上的云山,拱手说道 云山宗主,今日骨盒失守,必然要履行诺言,不再插手双方之事 而至于这婚礼,也请宗主解去吧,告辞 说吧,骨盒不顾云山那略微有些难看的脸色 转身就在周围广场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对着云兰宗之下大步的走去 随着骨盒的背影的缓缓消失 广场上也响起了道道的窃窃私语 一些受骨盒所邀请而来的强者,在各自对视了一眼之后,苦笑的一声 既然郑主都走了,他们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 他们和骨盒交情不浅 若是骨盒想请他们出手相助,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但是,如今骨盒败得毫无怨言,他们自然也是不好强行出手 而且再说,就算他们要出头,恐怕最后也只能是自讨其辱 连骨盒都没有本事在硝烟手里走下十招 更何况他们呢 既然骨盒走了,那他们自然不会继续留下来 虽然对接下来这云兰山上所要爆发的恐怖的大战极其的期待 可他们却不是傻瓜 在这种场合,要是被牵扯进去,恐怕只能是飞来横祸了 因此,一些人在暗中交流了一下视线之后 一些好的还对着洗台上的云山拱手告辞 一些脾气乖屁的呀,却是连话都不说 转头就对着云兰宗之外走去了 而随着这些强者的离开 广场上顿时空旷了一些 现在还留下来的,则大多都是受云兰宗邀请前来 并且忌惮云山的威势 虽然他们也知道继续留在这里 他只会惨遭迟疑 可是云山的越加阴沉的脸色中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留下来了 洗台之上 随着那些强者跟随骨盒离开 云山的眼皮子跳了跳 他面色一片阴沉 他的打算可是想让骨盒和硝烟等人大打出手 他坐收渔翁之力 然而却是没想到,那硝烟竟然会下个十招之约 还真的就在十招里打败了骨盒 最令他肝火上涌的 还是这个骨盒 他是那么一根筋的家伙 居然真的这么守信用 乖乖的带着人灰溜溜的就离开了 愚蠢之人 空有一身炼药之术 脑子却如此的僵硬 心中阴沉的怒骂了一声 云山缓缓的吸了口气 把翻腾的心境压了下来 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 缓步行至洗台的边缘 他面色淡漠的抬起头 望着天空上那道黑袍的青年 硝烟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三年你变强了许多 绣袍轻轻一摆 云山的声音响彻而起 天空上硝烟瞥了云山一眼 冷笑道 哼 终于坐不住了吗 哈哈哈哈 不过 若这便是你屏障的话 那么本宗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 这一次 你绝不会活着走下云南山 他抬头一笑 云山的脸庞突然变冷 双掌猛地一握 一股磅礴可怕的气势 从他的体内抱涌出来 可怕的气势 蔓延而出 那起台之上 众多强者都是呼吸一致 玄其就惊骇地发现 在这种威压之下 体内的斗气都流转得有些炙色起来 斗宗强者 居然便是气势都已经恐怖如斯啊 感受着云山体内涌出的磅礴的气势 消炎面色也缓缓地凝重 这个家伙 果然比三年前又强了许多 看来这一次真的是一场生死苦战的 眼睛一抬 云山森冷的声音 缓缓在天际回荡不休 云兰宗众人听令 今日入侵者 一个不溜 我要让整个加玛帝国都知道 敢触犯本宗者 杀无赦 随着云山那充斥着 森冷的鹤声落下 云兰宗之上 气氛顿时紧绷 秋风拂过 卷起几片落叶 带起素冷的沙翼 云兰宗各处 那些早已严阵以待的云兰宗的长老们 在听到云山冷鹤声之后 背后的斗鸡双翼 啪 展开了 手掌一动 反着寒芒的锋利的武器就跳跃而出 一道道如芒刺般的目光 直射向天空上 那只阵容同样不弱的人群 天空之上 硝烟看着云山那张隐隐带着一分争笑的脸庞 嘴角也同样缓缓的变得阴森起来 他瞥了一眼 喜台一旁 因为这针锋相对的气势 而一脸紧张的云韵 轻声说道 云山 你也不用下这般的狠话 你这老狗 害我父亲失踪 毁我萧家 我与你云兰宗本就是不死不休 今天 不是你云兰宗在加玛帝国上除名 就是我硝烟 命丧在此 被硝烟一声声老狗 这个气得嘴角一阵的抽搐 片刻后 云山深吸了一口气 阴侧侧的说 小杂种 也是你父亲没在我手里 不然的话 我定要好好的受他一番折磨 不然难解我心头之痕 什么 不在你手中 文言 萧妍的眼眸顿时一眯 绣袍中的拳头也紧紧的握了起来 哼 老狗 你终于承认我父亲的失踪 和你有关系了吗 笑声落下 萧妍的眼盲 抖人转利 他却是看向喜台之下的云运 自此次出现之后 首次对其开口说话 你现在明白了吗 当年你不是还口口声声的声称 云兰宗与我父亲之事毫无关系吗 云兰 翘脸苍白 他能够从萧妍的声音中 听出那一分嫉妒和愤恨的嘲笑 当年 他信誓旦旦的表明 一定是他误会了云兰宗 然而今天 那从云山嘴里说出的话 却犹如一掌巴掌 狠狠的扇在他的脸上 原来 原来那事真是你做的 红唇颤抖着 云云的目光转向了云山 终于忍不住的怒斥道 云云 记住你是云兰宗的人 为了一个整日想着清楚我云兰宗的小混蛋 你竟然敢对文师斥责 我对你那么多年的教导 你给我丢到哪儿去了 云山低声的吼道 他脸庞上充斥着暴怒 虽然云运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斥责于他 令他面子打失 云运惨然的一笑 他原本一直都以为 当年是因为硝烟一时暴怒 方才会干出与云兰宗为敌的鲁莽的事情 然而现在看来 原来是天真的 竟然还是他 云兰宗害硝烟父亲失踪 而自己当年却一意偏袒云兰宗 想必当年的他 就是在心中对他彻底的失望了吧 绣袍中的仙手使劲的握拢 燕锐的指甲 刺进掌心所带来的钻心的疼痛 现在想起当年 面临云兰宗千里追杀中 少年冰冷的眼神 云运就能够知道 他应该是极其的恨自己的 虽然相隔甚远 可硝烟倒也看见了云运 那突然间有些摇摇欲坠的身形 他眉毛抖了抖 玄奇狠着心把目光转开 冲着云山冷声喝道 我父亲不在云兰宗 那是在何处 哈哈哈哈 在一个你永远都不知道的地方 而且就算你知道了 也没有半分半点的解救 云山已经把话语挑开了 那么他就不用再隐瞒什么了 是在魂殿手里吧 听着从硝烟嘴里 轻飘飘传出的那个 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名字 云山的眼瞳骤然一溯 声音都在此刻变得阴森了许多 你竟然知道魂殿 哦 对了 想必是你体内的那个灵魂体 告诉你的吧 云山的话 同样令的硝烟脸色微微的变了变 他竟然已经知道要老的存在 看来这个老狗果然和魂殿有所勾结 今天得加倍的小心了 逐渐平息下心中的激动 硝烟掌心中逐渐涌上了雄魂的斗气 他缓缓的说道 我父亲的事 我自然会解决 不过在此之前 却是得先把你这只老狗解决 云山一笑 笑容中却透着嘶嘶的阴冷 他大手一挥 森然笑道 哈哈哈哈 这一次 我会让你们肖家 彻底的在加玛帝国消失掉的 云蓝宗众人听令 给我杀 当云山最后一次落下 那弥漫的紧绷的气氛 顿时宣告破碎了 悬浮半空的众多云蓝宗长老 背后的双翼猛然一震 就嗖嗖的滑落天际 将嘉行天等人隐隐的包围其中 不要让他们结阵 动手 在云蓝宗众长老有所动作之时 海伯东也是一声力喝 旋即背后的兵役一震 雄浑的斗气 从体内暴涌出来 已经服用过父子灵丹的他 在短短几天时间 他的实力就已经逐渐接近了 以前巅峰的状态 虽然和嘉行天这种斗黄巅峰 还有着一些差距 可也不远了 因此他那股强悍的气势一爆发 就令了不少人脸色变了变 气势暴涌之刻 海伯东也是率先掠出 冰冷如刀锋般的匹炼斗气 便是锁定了众位长老中 一位实力较强的老者 好了朋友们 与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 第五百三十三回 敬请收听 敬请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